直到名人用通灵术召唤出了机甲 佐助才知道属于忍者的时代真的结束了 11月16日 暴力之夜与火影者开启了新的梦幻联动 不仅把名人佐助的人加进游戏中 九尾帕克等通灵兽和各种忍具也纷纷登场 不过擅长使用忍术和体术互殴的人者们 来到一言不合就掏枪对射的暴力之夜中 实在的有些吃亏 重重压力下 七代木火影漩涡名人带头背叛了自己的忍刀 暴死街头的狼怎么也想不通 这名人结印结到一半 是怎么掏出M4把自己打死的 当再看到名人将忍术和科技结合 用通灵术召唤出机甲 坐上去大杀四方时 我也只能为忍术的传承事业感到担忧了 老得说佐助虽然不屑名人这种行为 但却迷伤了堡垒职业中的各种尬伙 看着苗边精神小伙的高冷男神 小鹰都感动的流下了眼泪 最惨的呀还得是九尾 北方零零战斗力爆表的尾兽 在宝里职业中居然变成了一个滑板 改变不是乱变 你以为宝里职业是在整活呀 人家是在还原动画呢